我所看到的是一个民主失序 民主堕落的现象 林秉书对高嘉宇施暴 周玉寇对全民施暴 他不是现在去针对某个候选人 或某个候选人的父亲 然后用一个无辜的女性出来施暴而已 然后他还有一大群人都拥进来一起施暴 成为民主的主人 不要反问我们自己 是谁养出了他们 媒体人周玉寇近期因节目发言评而争议 引发社会关注 不但节目被检举NCC开发40万 连代也影响到育营选情 而前国界署长邱淑梯 也特别针对这一连串的选战风波 受访分享看法 其实这位周女士 她只是一个符号而已 我不晓得可不可以提到 另外一位民进党女性 她遇到的状况 就是这个林秉书案 我个人其实是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看 那我觉得他们的名字只不过是一个代号 我所看到的是一个现象 是一个民主思绪 民主堕落的现象 然后这一出闹剧里面 它有几个共同的元素 是非常严肃的 林秉书案牵涉到多少金钱 政治人物就去跟他们挂钩 那他们也想跟政治人物挂钩 跟政党挂钩要挂什么钩呢 可能是性也可能是性别 产生了关系 或许是一种暧昧 但是也可能是实质的 就这一种暧昧的两性关系 权力 金钱 性 还有什么暴力 林秉书对高嘉宇释报 周玉寇对全民释报 他不是现在去针对某个候选人 或某个候选人的父亲 然后弄一个无辜的女性出来释报而已 然后他有一大群人都拥进来一起释报 但一个人释报力量没有那么大 这一群人是纠纵回欧 那些众是怎么聚集的 金钱 指挥中心为什么要烧气呀 钱在干什么 你们去把钱挖出来 透过一些人 然后就更多人来纠纵 然后就是暴力 他年代的就会有很多的谎言 谎言就是都讲不完的谎言 所以这样就形成了一出 非常热闹的新山闹剧 但是是踩在一万人的鲜血上面 去年双倍疫情最惨重的时候 那每次一大清早 大清早是什么意思 大清早前面是什么时间 不好意思啊 我这只是很自然的怀疑 我自然而然不得不怀疑 那我们睡觉的时候 他们这些人在干什么 怎么会大清早 然后他就能爆料 他就直接写一个数证 他写的都足 那你市议员在监督 认为这个足迹公布的是太片段了 那很多民众可能深受危险 所以应该要公布更完整 就是说把他移送划办 所以有关系就没关系 但是人家一早起来 就能够公布一些数字了 都没有问题 而且他还反过来骂那个市议员 在为市民在希望有更清楚的 完整的足迹的 就在骂他 大家就知道我来讲谁吧 所以到底是谁养他们出来的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党的问题 在我们监督我们看到 哪个政党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要反问我们自己 是谁养出了他们 所以我们身为人民 身为民主的主人 我们要问自己这句话 我们交的钱 我们纳税人的钱 那指挥中心把它分配到哪里去 执政党把它分配到哪里去 然后最后这样的一些不堪的闹剧 没完没了 我们如果不想要再看到这样的闹剧 不想要再看到我们的钱 被拿去养这样的一群人 我们就不能够让滥权的这种政府 继续在位置上 去腐化他的权力 跟我们国家的资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